婆婆 阿媳婦 你不在家带着跑出来干嘛 小芬打电话 喊我去她家玩 说好几个朋友都在呢 除了小芬 其他人你也不熟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你不是让我都交朋友吗 我都答应她了 行吧 那你去吧 把家里的几个大友子带上 到了人家家里 别试了黎叔 知道吗 知道了 婆婆 小芬 阿媳 听说你最近找了个男朋友家境不错 没有啦 哪有你好 叫了个好婆家 要啥有啥 阿媳 你们也要去小芬家吗 我去 她也要去小芬家 赶紧走 阿媳 小芬 你们来了 小芬 你姐呢 我姐去车上接人了 我们先玩吧 小芬 给你带了礼物 你看 哇 这是我最喜欢的香水 谢啦 小芬 你姐怎么也喊桑桑来呀 不会吧 她那么土 过来干嘛 就是啊 我才不想和这种人做朋友 先说陈光新开了一家电影 改天我们继续去看吧 诶 小芬妹妹 我们这个周末一起去露营吧 把你们对象一起带上 小芬 我给你们带来了柚子 哦 那就放那边吧 几个柚子也好 一直拿起来 稍微拿起来 就熟了 就熟了 嘿嘿 我姐不知道 你帮我把出发的几个碗给洗了吧 哦 那好棒 爱我留下的脸 如果爱要让人心碎 我的心 比漫漫化成鞋 飞落在这世界 嗯 这些给二媳妇他们送过去 小芬娃 我一定把你洗好了 嗯 刚好我们口口了 你帮我们剥两个柚子吧 记得把柚子分出来啊 不是说不喜欢吃 柚子是你家常的 你剥的肯定比我们熟练啦 辛苦你帮我们一下啦 那好吧 哎 听说双双娘家都是重力的 那手指缝里面可都是泥巴 然后又嫁了个重力的婆家 真是门当户对 哈哈 你们说我可以 怎么能说我婆婆呢 你们太过分了 我想起来我家里还有事了 我先回家啦 双双 你现在回家怎么回事 我直接等下还以为 是我让你回家的 就是 小心这么热情 吃完饭再回去吧 双双 你从事不是很好吗 快给我们绕一手 阿媳妇 婆婆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还不让你再受这分歧 走 回家 那个 阿姨 留下来吃饭呀 我们家种地的 吃不了你家米 探嘴 走 婆婆 她们刚刚说的话太过分了 阿媳妇啊 自己不要以为的受欺负 你刚刚表现出自己的立场是对的 嗯 她们说你的坏后肯定不能冷冷 走吧 回家做饭 好的 婆婆 神还在 替我流下的泪 如果爱要让爱洗碎 我的心已慢慢化成血 墜落在这世界 又是雪花着落的季节 谁能看见我心里的爱 阿媳妇 吃饭了 好的 婆婆 阿媳妇 做人要有礼数 但有时候要更有骨气 轮不了的圈子就不进 交不了的朋友就舍弃 自由自在 坦坦荡荡 婆婆 你说的对 交不了的朋友我不交 吃力又不讨好 阿媳妇 双双 今天我小妹做的太过分了 我特地带她过来向你们道歉 哎 小胖 没事的 我们没关心上 双双 对不起 我只是姐的一时好玩 不是真心要起笑你的 我姐已经狠狠交信过我了 以后再也不会了 小琴啊 吃错就好 希望你知道 有些话可以轻易说出口 有些伤害 却不能轻松的忽略 希望你们做人 谨言盛行 顾及他人 嗯 知道了 沈说的对 以后你们两个要好好相处 来 坐下来一起吃吧 嗯 好的 谢谢沈 快停下 快停下 唉 酸酸啊 你怎么能放她走呢 她说她老婆生孩子 到底去医院签字 我看也没什么大碍 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都那么远走咧 酸酸 麻烦糊涂 你也跟着糊涂吗 婆婆 我就说嘛 不能让她这么走的 好歹也去医院检查一下 哎 有个伤残两档 可以怎么办啊 妈 我刚才那样追她 脱都不回 明显就是着急跑掉咧 好啦 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了 我们回去吧 你看看你路都走不了了 还说没事 我扶你回去吧 你小心一点啊 小心婆婆的脚 再想好了 饭也没人做了 地里还有那么多活也没人干了 妈 你看看你 还把人给饭了 我都说没事了 这些活轮不到你干 唉 我不干谁干 你就安心把脚养好吧 我一会儿就去地里 那一份宣传团 唉 唉 小心小心快过来 我瓜婆都准备好了 告诉你个小道消息 又有什么大哥啊 快出来听听啊 我刚刚看到啊 阿俄神 哎呀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开的也太快了 哎呀 阿姨 快看一下 看哪里有伤道了 实在是对不起啊 帮帮你怎么了 哎呦 刚刚不小心被这辆车撞到了 你会不会开车啊 这么小的车呢 你不会开慢一点啊 真的对不起 我老婆在一边 明白生孩子 等着我去签字呢 我先赶过去 回头再赔给你们 哎呦 你把人做成这样子 你就想跑 你觉得可能吗 双双啊 她媳妇生孩子要紧 我也没什么事 就让她先走吧 真的谢谢你了 不行 阿姨就在前面 我喊她过来 双双硬拉着那个司机 不让她走 肯定是要狠狠敲她一笔 哦 这个双双 忽略一巴终于露出来了 这样子不就赚大发了 你等着 我去打听她 你到底是敲了十瓦还是把我 等你好消息哦 双双 你在家爸妈付业 我去递你爸妈保护卡了 阿姨你等一下 这是我刚买的防晒霜 你涂一下 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东西 京东新百货 有多面换新活动 正好换鸟 我就多买了鞋 那也不便宜吧 不贵的 你看这么好看的鞋子 才一百多 这款鞋子的鞋面设计 是交叉网格之物的 在内容天气都清爽透气 快换上我看看 不错不错好看 那要怎么买啊 我刚好也要买双鞋子 现在打开京东APP 搜索账品 就能进入活动组会场 里面有好多漂亮的衣服 正品的妆 转眼运动 不外用品 价格都超划算 好的 我会透气起来 我先去地狱啊 嗯 爱你的每个秋日 都像神话为之 只是寻伤岁月时 失险余生的样子 太温柔柔一片之 太温柔了 靠小你怎么样了 你这脚伤得真质啊 小琴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哎呀 阿二神 你背中了就得让人家赔嘛 你跟我说说签了多少 下次我也好有经验啊 小琴你不要在这边乱说 我婆婆是真的受伤 也没有让那个人赔钱 怎么可能 你不是一拉的那个人不乱走吗 人家习惯在医院生孩子们 我们确实没有要他的钱 阿二神 看不出来啊 你都这么年纪了 既拿了钱又要留下好名声 果然间还是老的老 我算是见识到了 小琴 你给我住嘴 皮里里就你事多 今天还早上门来说七说八 你给我出去 小琴你这里不欢迎你 你回去吧 哼 我好意思上门关心你们 你们竟然还要赶我走 好人都让你们单了 看我不把事情说出去 婆婆先帮你敷脚 你来就行了 嗯 好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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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琴我刚刚要是在家 要她好看 婆婆我们明明没有拿钱 小琴却要到处乱说 要是被别人误会了该怎么办 嘴巴长在别人身上 我们不能决定 我们啊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了 可是嘛 你今天没让那人赔钱 确实也太吃亏了 她媳妇在医院生孩子 我也是大妈的人 我能体会对方的心急如痕 那万一对方骗我们的怎么办 我们家虽然不适合富有 但分的轻轻重缓急 我伤的也不重 真是啊 就这样过去吧 大家都别混在心上 来 快吃饭吧 嗯 这个阿老神 这拿的钱又要留名 大黄还是高神 我是自愧不如啊 小琴啊 昨天我也没看到拿钱 会不会是搞错了 阿老神应该不会是这种人吧 你们啊 都陪她三年的外表给欺骗了 我眼睛看到了 还会错吗 想起他们的伪装 我就来气 请问昨天一位受伤的阿姨住哪里 你们知道吗 哦 你是昨天那个司机啊 他家住在这条巷子里面 哦 好谢谢你们 小琴啊 你看是你问回人家了 哦 我先起来 我家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哈哈哈